蔡炳坤副市長在做完1.5個小時的開爐手術之後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觀察當中 院方也說了現在的這一個禮拜 是他最重要的治療觀察期 和台中議員參緒反遲到一半突然倒下 蔡炳坤腦出血緊急手術後還在深度昏迷 好消息是監測到現在 腦牙血壓還算穩定 最新疾病況的恐怕還是目擊者柯文哲 連兩天跑醫院 看過蔡炳坤生命安全沒問題 只擔心中風後出血神經難免有損傷 但蔡富病倒前分分不平 認為被抹黑的台浦罐土地案 身為老闆也聽到文化部長李永德就懂氣 我跟你講這個就很火大 無償不用全部都講完了 你保留跳出來在講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也不想罵你 我就知道你一定上班很不認真 我真的到炳坤 那些嘴巴都沒在上班 打動乾貨可能也想替副手出口氣 背後的黃珊珊表情也很凝重 但看看左右手各司其職 蔡炳坤主要負責文化教育類別 黃珊珊督導產業警政衛生業務 彭鎮生著重在工程類 但蔡富病倒後 黃珊珊也傳出8月底離開市府參選 本來打算蔡炳坤要接上重擔 現在科團隊畢業佈局被打亂 要怎麼重新盤算 還有得好好規劃